成龙说,如果50年前他车祸去世,那他如今绝对是个传奇 这个人就是谢贤,也是谢霆锋的父亲,堪称中国第一代天网巨星 在香港影团火了近50年,1936年谢贤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 家里是开银行的,家中有8个兄弟姐妹 谢贤排行第四,故儿得名四野,江道中落这才转战娱乐圈 江山一改,本性难移,他在圈中的花花公子美名也是众所周知 抢过周润发女朋友,和小49岁女友谈恋爱 名片上谈过5个女友,结果两次婚,绝对是一个牛逼哄哄的人物 17岁开始拍戏走进萤幕,高大英镇的形象从此偏远不断 只要有谢贤出演,这部剧绝对是万人空相 谢贤在爆红时期拍摄了上百部影视剧,就连他自己都说 说他撑起香港影视半边天都不为过 巅峰时期李小龙拜访他,与他拍照也要站到一侧等 大佬向华强都要给他三分面子 导演周星驰请他拍戏,也要软磨硬炮才肯出山 最终谢贤在少林足球中仅仅出演60秒就造就了经典 星爷果然没看错人 他的谢贤终获金像奖终身成就奖 可以说史智敏归 你觉得谢贤这一生牛吗